好,那這次有關於在MySQL資料庫系統底下 怎麼去建立出一張新表格 那至於說在MySQL環境底下 我們要刪除一張表格 更改一張表格的表格結構 其實跟我們後續的SEEQL標準語法 是可以通用的 那我們後面會來跟各位介紹這一塊 好,所以說這邊舉一個例子給各位看 比如說我現在這邊有一個二維表格 Inplay01 這張表格我想要建立起來 所以說一開始的時候呢 主要關鍵字 Create Table先打上去 然後後面加上表格名稱 然後接下來一樣喔 一組小括號給他 那這組小括號裡面呢 你要先做欄位的一般設定 欄位的一般設定設定完畢之後 你再去做限制設定 這跟前面的NCC的標準語法 做法是一樣的 那比較不同的地方是 在最下面這邊 右手邊的這個地方 有一個Engine等於InnoDB Engine等於InnoDB 打上去之後呢 接下來打一個分號按Enter 此時這一張表格 就會被建立起來 在MySQL資料庫系統環境底下 而且呢 這一張表格的表格類型 會是InnoDB的表格類型 好,講到這邊 我們來實作一次給各位看 來,各位看一下喔 我們來實作一次給各位看 上一次上課有跟各位提到 我們希望各位 自己去建立出一個資料庫 就是以各位學號為主的資料庫 我們現在把這個資料庫建立起來了 那接下來我們有一些 測試用的二維表格 要來做建構 我們來看一下 來,現在你看喔 我們現在要用的是 IM123456這一個學號 所建立出來的這一個資料庫 那這邊123456 是假設這是我的學號 好,當你今天把這個資料庫建立起來之後呢 你再打一個Show database 打完之後按個Enter 你就可以看得到 目前在你資料庫系統底下 你所能夠使用的database 資料庫有哪一些 你會發現到其中有一個就是 你剛剛所建立的 IM底線123456 接下來我要在IM底線123456 這個資料庫裡面 去建立一些二維表格 所以說呢 現在我要把資料庫的使用權 切換到這個資料庫身上 我打use 好,打個分號按Enter 此時呢 我們的資料庫的使用權 就切換過去了 那至於說這個指令在什麼地方呢 這指令在這邊齁 我都寫給各位了 你們可以自己來做Copy貼 或是反正指令短短的 你們自己打一打都可以齁 好,當我今天把資料庫的使用權 切換到這個資料庫身上之後 我們先來看一下 這個資料庫底下 有沒有存在二維表格 我們用什麼指令來做呢 我們用Show Tables OK,這個指令之前都教過了齁 一樣I enter I enter他跟你講說 這個資料庫裡面 目前是空的 他沒有任何的二維表格存在 好,所以說呢 接下來我就來建立表格囉 來,所以說你們看囉 現在我們把指令打在這邊 現在我們要建立三張表格 分別是 部門資料表 任務資料表 以及員工資料表 而且我這邊採用的是 NC Sequel標準語法 所以說你看呢 這NC Sequel標準語法 在建構表格的時候 右手邊這小括號 我並沒有做表格類型的設定 所以說呢 如果說這一組指令 跑到 買Sequel資料庫系統裡面來的話 這三張表格的表格類型 全部都會被 預設成 買ISAM 好,我們來試試看 你們就知道了齁 我就很快的直接Copy貼了啦 好,自己懶得打了 OK 全部貼上 全部都OK 有沒有看到 OKOKOK 這樣一路OK下來 好,所以說呢 這個時候 這三張表格 就建立起來囉 那要怎麼證明呢 一樣用Show tables 這個指令來看嘛 來,各位看囉 Show tables 這個指令來看 按Enter 有沒有看到 這三張表格 建立起來了 分別是 部門表 員工表 跟任務表 這樣OK嗎? OK啦齁 好,那剛剛有跟各位強調 我們用的是 NC Sequel 標準與法來建立的 但是呢 我們現在是在 MySequel資料庫系統裡面 來執行這一段指令 那所以說呢 因為 這三個指令裡面 他都沒有去宣告 表格類型 所以說呢 以MySequel資料庫系統來說 他會以 預設的 MyISAM 直接賦予給 這三張表格 所以說我們來檢視一下 這三張表格的表格類型 是不是真的都是 MyISAM 要怎麼看呢 我們要用 PHE密的 來去做檢視 來一個開瀏覽器 OK 然後輸入管理者的帳號密碼 OK 管理者帳面輸入進去之後呢 我們就登錄進去了 那登錄進去之後呢 因為我們剛剛那三張表格 全部都是放在 自己所建立出來的 IM底線 123456 那个以各位选号为基础的那个资料库嘛 对不对 所以说呢 我们资料库的选择可以看一下 左手边这边有一个下拉式式窗 那你这边呢 选下去之后呢 有没有看到这边有个资料库 IM底线123456 然后后面有一个数字3 数字3代表说这个资料库里面 现在有三张表格 好那这是我们把它点进去看 点进去看之后呢 你就看到有没有 这三张表格在这边 部门 员工 还有任务 这三张表格 那表格类型要看哪边呢 看这边 形态这边我看到有形态 有没有看到都是买ISM 对不对 所以说呢 在MySQL资料库系统环境底下 如果你用NC SQL标准语法 建构二维表格的话 因为NC SQL标准语法在建表格时 没有设定表格类型 所以说呢 它全部都是以预设的表格类型 去设定 现在呢 我没有在MySQL资料库系统里面 我要建构一张 InnoDB的二维表格 那这张二维表格呢 就是我们讲义上的那个 Employee01这张表 那这个指令的话 因为讲义上 我都帮各位讲解过了 所以说我就直接来执行它 来各位看哦 这一张指令 小括号里面的这个地方 跟NC SQL标准语法都是一样 主要是在 用括号这个地方 有没有看到 Engine等于InnoDB 我这边有设定表格类型 所以说呢 此时我按个Enter 按下去之后呢 跟你讲Query OK 好啊 这张表格就建立起来了 然后我们来解释一下 这张表格是不是真的存在 一样好先用ShowTables来看 ShowTables 好来看哦 Enter 有没有看到 Employee01真的存在了 在这边 好我们把它建立起来啰 好那建立起来之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表格类型 是不是真的变成 InnoDB的表格类型 好 一样是看这个 PHP版的Meat 这边我给它reload一下 把它重新载入一下 OK 那重新载入的时候呢 一样好去选它 有没有看到 好这边多一个二维表格 Employee01 而且呢 它的表格类型 有没有看到 真的是InnoDB 好所以说呢 这是只有在MySQL资料固系统 需要做这样设定 那其他商用资料固系统 比如说什么Oracle资料固系统 你就不用设什么表格类型 所以说这只有在MySQL资料固系统 需要这样子哦 好 那我们就继续往下来看 表格建立 各位会了 那现在来谈一下 表格的删除 你要怎么去删除掉 你不要的二维表格 表格删除的 那指令关键字也很简单 就是Drop Table 你有发现到 其实都很直观 Drop Table 它可以删除掉一张 关联表格 那它的指令的语法怎么像呢 来各位看哦 Drop Table 然后后面打上表格名称 然后接下来打一个分号 Enter 此时这张表格就被你删除掉了 那底下这边有一个范例 Drop Table 然后后面打上表格名称 尹柏仪01 然后打一个分号 Enter 此时这张表格就被你删掉了 就这么简单 就这样子而已哦 那只是说呢 这边要 特别小心一件事情 因为呢 我们现在表格跟表格之间 很有可能会有 外来件的参考关系 那这个外来件的参考关系 其实会影响到你表格的删除顺序 所以说你们看一下哦 我们这有一个注意事项是 当要删除掉彼此有参考关系的表格时 必须要先删除掉参考表格 再删除掉被参考表格 我们先来看一下底下这个范例哦 假设这个表格A 我们叫参考表格 因为它有一个外来件 会参考到另外一张表格的这个主件资料 那所以说另外一张表格叫做被参考表格B 好那你看哦 现在这两张表格我都想要删除 那你今天要删表格的时候 怎么样的删法才不会有错误产生 也就是说才不会有违反参考完整性限制的这个情况 现在假设我先删除掉被参考表格 也就是说呢 我跟上面的这个注意事项 我刚好给它颠倒 我比较反骨吧 来看看这会不会出问题 来这时候你看哦 假设被参考表格要删掉了 那此时你看哦 这个时候参考表格A 它的外来件就出问题了 那为什么它的外来件会出问题呢 因为呢 这个外来件会发生所谓的 参考完整性限制的违反情况 因为呢 它的参考的对象没有了啊 消失了啊 整个都被移除掉了啊 那所以说呢 这个表格A会出问题 所以说呢 这个删除动作 资料库系统是不允许你做的 它会挑出一个错误讯息跟你讲说 哎 啊你现在删除掉的这个表格B 有别张表格参考到他耶 好啊 所以说这个删除动作是不被允许的 这样OK吗 所以说呢 这两张表格要怎么删才不会出问题呢 就是要先删除掉 参考表格 也就是你要先把这个表格A删除掉 你把表格A删除掉之后呢 这个表格B就没有其他人跟他做对应了嘛 对不对 就没有其他表格的外来件参考到他了 所以说此时呢 这个表格B就可以大大方方被删除掉 所以说它是有一个删除顺序的 这样OK吗 好 那除了这个表格的删除有顺序性以外 其实当你今天表格之间有外来件的时候 其实连表格的建立都有顺序性哦 所以说你们在建立表格的时候 这个表格的顺序如果不对 你会发现到 老师啊我指令都没有Key Taw啊 为什么一直出error OK 就是顺序不对啦 所以说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在建立表格跟删除表格的时候 它的顺序是什么 来各位看哦 现在假设一样哦 有两张表格 分别是表格A跟表格B 那表格A它有外来件 会参考到表格B里面的主件 所以说把表格A视为所谓的参考表格 我们把表格B视为被参考表格 好那这两张表格 如果说我们要建表的时候 它的建表顺序是什么 好我们先来看一下哦 我们要先建立被参考表格 然后再去建立参考表格 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因为我们要先把外来件的参考对象 先把它建立起来 建立起来之后呢 这个时候参考表格里面的外来件 它才有对应的对象 OK 所以说它的建立顺序是长这个样子 在假设一样哦 我有反骨 我就不要用这个顺序来建立 我想要先把参考表格A建起来 再把被参考表格B建起来 这样子可不可以 当然不行哦 为什么呢 你看哦 现在假设这两张表格都没有 然后呢 你先把这个参考表格A建立起来 可是呢 这create table的指令才刚打完 按enter下去 你就会出现错误讯息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错误讯息会跟你讲说 你这个表格A里面的外来件没有对应的对象 因为那个对应对象根本还没生出来 所以说呢 这个被参考表格B必须要先于这个参考表格A先被建立出来 否则的话呢 你这两张表格根本没有办法很顺利把它搭建出来哦 好 那接下来是在MySQL资料库系统里面要特别注意的 因为呢 在MySQL资料库系统里面 如果你要使用到外来件特性的话 不论你是被参考表格还是参考表格 你全部都要设成InnoDB 所以就你看哦 在MySQL资料库系统当中 不论是参考表格还是被参考表格 只要是以外来件有关系的table 皆需要设定成InnoDB的表格类型 这样子你外来件的设定 外来件的功能才会有 否则的话呢 你外来件是等于虚设的 它没有那种联动关系存在 没有哦 所以说你看 这参考表格A跟参考表格B 在MySQL资料库系统里面 一定要全部都是InnoDB 如果你只有其中一个是InnoDB 其他是MySQL的表格类型的话 你中间这个外来件的功能 是没有办法生成的 虽然你按Enter下去的时候呢 那个指令是会过 但是呢 中间这个外来件的功能是不存在的 也就是说呢 你被参考表格的资料做改变 不会影响到参考表格A里面的资料 这个外来件是形同虚设 所以说要建议各位 在MySQL资料库系统里面 要特别注意这一块 特别注意这一块 那至于说呢 删除表格的顺序呢 就是刚刚讲的啦 就是先删除参考表格 再删除被参考表格 一样是因为外来件的关系 你要让外来件有对象可以参考 所以他的那个三表顺序是长这个样子 OK 那这两个就要请各位 知道一下 建表顺序跟三表顺序来说 在任何商用资料库系统 都适用 都是一样的 好 那我们继续往下来看 现在呢 假设有三张表格要建立 分别是部门资料表 任务资料表 以及员工资料表 这三张表格 其实这三张表格 我们前面就已经讲过了啦 这三张表格里面 员工资料表当中 有两个外来件 会分别跟 部门资料表 以及任务资料表的 主件关联在一起 所以说呢 这三张表格 你要建立的时候 首先 你要把 被参考表格 也就是任务 以及部门 这两张表格 你要先建立 所以就底下这边 有没有看到 我的建表顺序就是 我先把部门资料表 以及任务资料表 先建立起来 而且你看哦 他们的表格类型 都是InnoDB 那至于说 他的栏位的 那个一般设定 以及限制设定 跟前面 一模一样 跟NCC Core的标准语法 一模一样 那这边我就不去赘述他了 这两个指令执行完毕之后呢 就会产生出 这两张表格 好 那接下来 就是这个 员工资料表Employee 这员工资料表 中间一样哦 我们会做 栏位的一般设定 以及限制设定 而在限制设定里面 会有两个外来件 跟我们前面的 那两个表格的主件 关联在一起 好那至于说 这张表格来讲 我要把它设成 InnoDB的表格类型 这个外来件的功能 才会被建立起来 好 那有关于这个表格的删除 我们来做一个示范给各位看 那我们先把刚刚所建立出来的 这四张表格全部把它清掉 好这边就是用Drop Table 把那四张表格全部把它清掉 来 这边我就一口气做执行 那这边可能会有同学有疑问 诶老师啊 这三张表格 他们之间不是有外来件关系 为什么你就可以不按照顺序 直接删除掉 不要忘记哦 这边的Department Employee 跟Task 这三张表格全部都是 My ISM的表格类型 他们虽然有件外来件 但这个外来件 根本一点作用都没有 好所以说呢 我可以很记忆的 用我喜欢的顺序 去把这三张表格 要给删除掉 OK 那这边我就删给各位看 接下来呢 我们要建立那个二维表格 而这二维表格是有外来件的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建立 跟删除的一个顺序 那因为呢 我现在接下来 会使用到 InnoDB的表格类型 我先做错误示范给你们看了 现在呢 假设我有那三张表格 对不对 员工资料表 部门资料表 以及任务资料表 而这三张表格里面 员工资料表 因为有外来件 他必须要参考到 另外两张表格 所以说员工资料表 照理来讲 他必须要最后 被建立起来 但是呢 我现在就是不爽嘛 不喜欢嘛 我喜欢先建他 我们来试试看好不好 来各位看哦 我先故意 建这个员工资料表 他里面有两个外来件 但是呢 这两个外来件的 那个参考的对象 还没有被建立起来 那这时候我们来看 这个指令执行 有没有问题 I enter下去哦 有没有看到 他不可以建立 有没有看到 Can create table 他跟你讲他不能建 因为这个外来件的关系 那此时呢 是因为 我们已经把它宣告成 InnoDB 在MySQL资料库系的环境底下 所以说他会特别去检视 你这边的外来件 所以说呢 这边就是有错误 所以说这个顺序是不对的 我在文字上说明 也有跟各位讲 这是错误示范 好那正确的示范是什么呢 在底下这边 正确的示范就是 被参考表格就是这两张 部门以及任务 这两张表格要先建 那原公司这张表格 才可以去建它 而且呢 这三张表格全部都要是 InnoDB 他们之间的外来件关系 才可以搭建起来 所以说呢 我把这三个指令 就一口气执行下去 OK 有没有看到 这样子全部都OK OK 就没问题了 所以说要特别注意哦 如果你们的表格之间有外来件关系时 首先你要先检视一下 你的表格有没有设成InnoDB 那如果有 你就要去看一下 你这个表格顺序 对不对 这要特别小心 在MySQL资料库系的环境底下 所以说呢 我们来看一下 在我们的资料库里面 是不是这三张表格都存在了 也要用Shotables来看 这三张表格都在咯 那我现在来删除表格 来 删除表格 我刚才有跟各位提到 删除表格也有顺序的 那删除表格的时候呢 是要先删除 参考表格 再删除 被参考表格 那我这边一样先做一个错误示范 我先把所谓 被参考表格删除掉 也就是说 刚刚前面有两张的什么 Department 跟Task 这两张表格 我先删除 看看这个删除顺序 OBOK 好 我先删除这个任务表就好 OK 你看哦 我删除这个被参考表格 任务 这张表格 Ient下去 有没有看到 他跟你讲 不可以删除 那就是一样是因为 外来件的关系 而且你看这个错误讯息 其实这个错误讯息 非常好看 那你看就知道 它发生什么问题嘛 对不对 好 所以说我们来看哦 现在我们就按照那个正常的顺序 先去删除 参考表格 再删除 被参考表格 就是底下这个顺序 我们先把Employee 这张表格删掉 然后再删除 Task 以及Department 这样子删不OK 来 一口气给它执行下去 OK 你看哦 全部都OK 全部都OK 代表说就执行正常嘛 那我们就一样来看 用Short Table来检释一下 Short Tables 有没有看到 空了 好 里面没有任何表格存在了 所以说呢 到目前为止 都OK 那我们就继续往下来看哦 刚刚呢 就示范给各位看 就是说在MySQL資料库系统环境底下 怎么去建立表格 跟删除表格 它们之间是有顺序关系的 来啦 接下来就是 当你今天把一张二维表格 建立起来之后 如果你想要对这张二维表格的表格架构 去做修正 可不可以咧 当然可以啊 好 比如说呢 这个二维表格里面 你想要新增一个栏位 删除一个栏位 甚至说呢 有一些栏位的资料形态 你想要做改变 或是栏位的设定 你要做改变 都行 好 那这时候该怎么做呢 我们用的是 Altre Table 这个关键字 Altre的意思就是修改修正的意思 所以说Altre Table 一看就知道 它是在更改一张二维表格当中的 基本设定 好 那所以说我们来看一下 这Altre Table有哪一些更新的动作可以做呢 我们一一来跟各位做说明 首先这个Altre Table 它可以做 栏位的增加 栏位的删除 那这你要增加一个栏位 删除一个栏位 分别用Add 或是Drop 就可以来做执行 好 那这我这边帮各位打上是主要关键字哦 这边要 特别要小心 这是当你要做这个操作的时候 必须要下的关键字 好 那如果说今天 你是要对某一张二维表格当中 某些栏位的预设值 栏位的D 或是栏位的名称 做更改 做修改的时候 那你该怎么做 你可以用Altre Change 或是Modify 这些关键字来做 好 那至于说呢 如果今天你要对一张二维表格的表格名称去做更改 那你可以用Rename这个关键字 来去对一张二维表格的名称做修正 这就是说呢 你要更改表格类型 你可以用Engine这个关键字 来去修改这张表格的表格类型 那这表格类型的更改 只有在MySQL资料库系统才会做使用 因为你在其他的商用资料库系统 什么Oracle啦 SQL Server啦 他们根本都不需要去设定表格类型 所以说Engine这一个动作来讲 更改表格类型来说 只有在MySQL资料库系统适用 所以说呢 整个Alter Table的指令 它的语法是像这个样子 Alter Table 这是主要关键字 一定要打的 然后后面打上你要修改的表格名称 好 你要对这张表格进行什么样的修改 你看上面这边就知道了 你看你要进行什么样的修改 那这时候呢 你就把你要对这张表格要做的修改动作 那个主要关键字 下在表格名称的后方 比如说什么 Add啦 Drop Alter Modify Engine Rename等等等 这些相关的关键字 就打在这个表格的后方 当然后面还有一些参数 要去做下达 那我待会会一一来帮各位做一个指令的说明 好 那我们就继续往下来看 比如说我现在想要增加一张二维表格的栏位 那增加栏位的指令该怎么下呢 来各位看一下这边 Auto Table 然后表格名称写在这个地方 然后你是要增加一个新的栏位 所以要打Add Add完之后呢 接下来就是那个新栏位以及它相关的一般设定 你都要做给定 所以说你看后面这个地方就是 新栏位的栏位名称 你要给定它 然后再来就是这个栏位的资料形态 你要做给定 甚至说呢 这个栏位可不可以存空值 你也要做给定 N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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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我们跟各位讲过 这个NoNoNo 你要不要给都可以 如果你没有下 那以资料库系统的预设值来说 它就是设成No 是可以存空值的 然后再来就是呢 这个栏位要不要给它预设值 OK 所以说你会发现到 其实Add后面这一串 基本上就是我们在建立表格的时候 那个一般栏位的设定 就是这一串 好 所以说这个时候你打一个分号 按Enter 此时这个新的栏位 就被你建立起来了 好来各位看一下喔 现在比如说这边有一个指令 Order Table 然后EMP 这EMP就是Employee 员工资料表 那我现在想要针对这个 员工基本资料表里面 新增一个栏位 所以说呢 这个时候你可以打Add 这个关键字 Add的关键字 打完之后呢 那这时候你就把你要新增的栏位名称 写在后方 好比如说这个 员工资料表里面 我要新增 性别 这个栏位 所以说性别 这个栏位名 写在这边 然后再来就是呢 我要对它进行一般设定 我把它设成 长度唯一的字串 而且呢 我这边没有给定 No not no 所以说呢 以资料库预设来说 这个栏位是可以存空值的 甚至说呢 这个栏位 我后面没有设预设值给它 所以打Enter下去之后呢 这张表格里面就多了性别 这个栏位 这样OK吧 好 待会后面全部都会做示范 全部都会做操作 那我这边就是先讲完 再操作一次给各位看 好啊 这是新增栏位的部分 那删除栏位咧 删除栏位的话呢 它的指令的格式在这个地方 来各位看 好 一样是alter table 然后呢 后面打上表格名称 然后接下来你要做什么事情呢 因为你要做的是 删除栏位 所以说 主要关键是 drop drop打完之后呢 接下来就是看 你要把哪个栏位给删除掉 把那个栏位名称 打上去 然后呢 打一个分号Enter 此时呢 这个栏位就被删除掉 那一样哦 底下这边 举一个例子给你们看 好 比如说呢 我们就是 对这个employee 员工基本资料表里面 我们刚刚所建立出来的 那个性别 那个栏位我要删除掉 所以说 alter table 表格名称打上去 然后接下来就是 主要关键字 drop drop打完之后呢 接下来就是给定 你要删除的 那个栏位名称 然后接下来打一个分号 按Enter 此时这个栏位 就会被你删掉了 所以说呢 这两个操作呢 我把它摆在一起 让各位去做一个对应 其实你要去增加一个栏位 删除一个栏位 不会太困难 来 那我们继续往下来看 那现在如果说 我想要针对现有的栏位 去做重新设定 那怎么做呢 我们来看 其实有关于修改栏位的设定来说 它的修改的议题 有很多 我们先来一个一个 来跟各位讲一下 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修改栏位的第一个情境 比如说我要去增加或修改或删除预设值 也就是说我可能有一些栏位 我之前有设设值给它 我现在想要把预设值给删除掉 或者是说呢 我原本现有栏位里面 有些栏位我没有给预设值 现在我要给它预设值 甚至说呢 我可能之前有给定某些栏位一些预设值 我把预设值里面的资料做修改 就是我们这个地方要来跟各位谈的 好 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 怎么去删除掉原本栏位的预设值呢 来各位看咯 首先我先来看一下它的语法的部分 一开始一样是alter table 我要对表格做修改 你要对哪张表格做修改呢 那个表格名称打在这个地方 那接下来的话呢 就是要做alter的操作 现在呢 你要针对哪一个栏位做修改呢 你要把那个栏位名称 写在这个alter关键字的后方 然后接下来的话呢 因为你现在是要删除掉预设值 所以说你要用drop这个关键字 你要drop什么 你要drop default 好所以说 这边你看到drop default 此时我就把原本这个栏位 因为我们曾经设过的预设值给删除掉了 然后此时打一个分号enter 那这个时候呢 这个栏位的预设值设定就被清除掉了 它就没有预设值了哦 好那接下来看一下这边 比如说呢 现在接下来假设啦 我们share的二维表格里面 已经有给某些栏位预设值 我想把它的预设值做更改 甚至说呢 有一些栏位它没有预设值 我要给定它预设值 那该怎么做 就是底下的这一串语法 来各位看哦 一开始是alter table 然后呢把你要做修改的表格名称 写在这个地方 然后接下来就是做alter 修改的操作 你要修改什么呢 修改栏位 所以说你要把那个栏位的栏位名称 写在这边 然后接下来你这边就是用set default 这set default 后面这个地方就是 你要给定的预设值 不论你今天是要给它一个预设值设定 或是修改它的预设值设定 你就把你想要给的预设值 直接写在这个地方就可以了 好啊 这个时候一样 打一个分号来enter 此时呢 这个栏位的预设值 就被你设定完毕 好啊 讲了这么多 一样直接来看例子会比较清楚 比如说呢 现在假设 员工基本资料表里面 某一个栏位 我们曾经设了预设值给它 我现在想要把它移除掉 那你们看哦 这边有一个范例 alter table 然后呢 表格名称employ 给定在这边 然后接下来呢 另外一个关键字 alter 要做设定 他在alter 给完之后呢 我要把 要做修改的栏位名称 写在后面 这3位就是薪资 我要对薪资这个栏位做修正 做什么修正呢 drop default 也就是说这个栏位 可能我之前有给它预设值 但是我先要把这个预设值给拿掉 移除掉 所以说我就写drop default 然后这是要打一个分号 按enter 此时呢 这个栏位 这个栏位的预设值 就被你移除掉了 OK 那这是第一个范例 来 那我们看一下第二个范例 第二个范例的话呢 因为刚刚我们前面是不是 把新支 这个栏位的预设值 给移除掉了嘛 对不对 那我现在再把它加回去 再把它设定回去 所以说你看咯 alter table 然后表格名称 写在这边 employee 然后接下来 你是要做alter 修改的操作 你要做什么修改呢 你要对薪资 这个栏位做修改 所以说 栏位名称写在 alter 这个关键字的后面 然后接下来 你要做什么事情呢 你是要做预设值的设定 预设值的给定 所以说是set default 那set default 那set default 你预设值要给多少 你预设值给的是一万八 在这里 所以说此次打一个分号 按enter 这个时候 sell rate 新支 这个栏位 他的预设值 就被你给定了 所以说呢 我们用底下这两个范例 对上面这两个指令的语法 做了一个简要的说明 好 那剩下一分钟七点 你们先休息 我们先休息一下 老right